静在生命电视台 心病 科学假说 当一个人非常生气时 他身体里的各种细胞 会因为他的称心 而变成有害的细菌 此时 他吐出的口水会充满毒菌 这些口水 都被虫子吃到了 虫子就会死亡 贪嗔痴等 知甚的烦恼 平常我们不会视之为病 但在真实的意义上 他们其实是一种心病 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没 плюс 不由于 听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珍惜上师 一个意念死亡的弟子 他知道自己从轮回中可以获得解脱的方法 必须来自上师 所以会是上师犹如自己生命般珍贵 现在我们的生命仅仅只是一个生命 但是精神若未能找到解脱轮回的方法 未来还要再投身多少次 还要死多少次 还要在无边无际的轮回当中流转多久呢 因此 今生若能找到解脱轮回之法 即使失去性命 也是非常值得 若解脱之法 是来自于上师 就更要把上师 视为如同自己生命一样重要 而去珍惜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的一期恶行 并非只是一天或一年而已 我们一生都在造作罪恶的行为 如果我们不再精神 去改造不善的习性 未来我们就没有希望可言 也很难再去改造 虽然我们需求快乐 但并不知真实的快乐是什么 虽然我们想断除痛苦 但我们并不知何谓真实的痛苦 而把痛苦指为快乐 也不知应如何承办快乐的方法 反而是快乐如仇敌一样的远离他 而是痛苦为利益自己的良药 一般照应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具善心 不用谈无始轮回那么久远的事 只回想今生小时候的事情 都让我觉得恐怖 例如过年时 家乡有吃羊头的习俗 还说羊眼睛周围的肉特别好吃 现在想起 会觉得是人该做的事情吗 我要说的是 我们虽然本具善心 但是多少都会受到外境 烦恼和业力的影响 使我们本有的善念 和慈悲的力量 无法展现 感谢观看 善知识 当我们想要找寻上师 就会开始紧张 迷惑 以为要找寻那种 会在天上飞 或钻到地底里的那种上师 上师是善知识 知识就是朋友的意思 而学习佛法的朋友们 还要加一个善 意思是指一个善良的朋友 上师善知识 不是一般世间的亲友 而是在佛法的修持上 一位良善的知己 是在佛法的家里 甚至是在佛法标 是在佛法上 但是这位善知识 这位善知识 每天早上 是在佛法上 是在佛法上 这位善知识 在佛法上 是在佛法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正的勇士 不管去哪里 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总之 不要和别人发生争执 如果 以人来招惹你 要打你 你就赶紧躲开 逃回来吧 这才是真正的勇士和英雄 请大家 一定要记在心里 我认为你 紫星 佛法是一种方法 是治疗心病 改善自己 修正自新的方法 就像东西 快乐要修理一样 但要修理心 是没办法用锤子的 而是要爱护管理自己的心 你要和心沟通 要对自己及自心 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要守护自己的心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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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顺便 三恶趣的痛苦 首先 应该畏惧自己 心中贪嗔痴的烦恼 如此 才会慢慢地 对地狱 惡鬼 畜生等 三恶趣 升起畏惧之心 我们 先对因 升起畏惧心 自然而然 也会对果 升起畏惧心 因为 如果不去讲因 老是讲果 很难 在心中 产生一种感悟 经书中 也是说 菩萨为因 众神为果 涨 亏 你 是 你 是 你 你 你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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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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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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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由我来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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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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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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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